那如果要見未來的傾家 不管你再怎麼喜歡黑白 一定要避開黑色 所以我今天的穿搭 就是選比較灰白色系的 因為這樣會比較亮 才不會被人家第一次見面 就嫌奈歐媽媽這樣 畢竟是比較正式的 譬如說吃飯場合第一次見面 可能是西裝褲 然後配稍微合身一點的一個 有灰有白的一件短袖的T-shirt 然後呢我的手勢其實也是走 比較點綴風 沒有一個很明顯很大的一個 item 但是呢它就是會讓你知道說 欸我有一點點小行頭 我也過得不錯 我的家境可能不錯 但是我不會過度的炫敷 因為人家可能會擔心說 你以後嫁進去 會不會花他兒子的錢 所以我們不用過太華麗的手勢 可是呢還是有整套的搭配 耳環跟項鍊跟我的手錶 還有我的包包 都是相耐兒的 因為我全身的黑灰白 都是比較平 沒有一個亮亮的元素 所以我把我的亮亮元素 選在我的鞋子 這個鞋子是Roger Vivier 比較經典的款式 我覺得它的方形還蠻大氣的 可是整體來看的話 如果遠一點看 看過來 我是白色灰色是比較亮的一個人 雖然我還是有一點 小小的黑色的元素在 所以我覺得這個見未來的婆婆 是很OK的穿搭 你說這一套要去哪裡 跟未來婆婆見面 你就是婆婆本人吧 這樣很得體吧 我如果是你婆婆 而我沒有穿這樣的話 我就會覺得你是要嫁給我兒子 然後謀奪家產的 為什麼 因為你感覺一副就是數學很好的樣子 很會精算一些東西 很會簽文件 就是太精打細算 結果婆婆不是我 我這樣子等級的人我會害怕 如果是一些傳產業的有沒有 他就會這樣 香奈兒 香奈兒 阿V 對 都我兒子買的吧 沒錯 我就是怕這個 所以我避開比較華麗的樣子 這樣還沒有華麗 妹妹 我第一次見公婆的時候是不是 我第一次穿就是做我自己 就我沒有刻意打扮 對 或是什麼故意淡妝 沒有 我就是全妝 假睫毛都貼好 我公婆超喜歡看我全妝 我把它偶了算 她說你今天怎麼是不是先穿上來 對 是不是算定了 對 我沒有說你這樣不對喔 但我只是說就是 看起來好像不出錯 可是我覺得少了一點年輕的氣息 除非你今天35 36了 二婚 好壞喔 來 我們先把這個很漂亮 很經典 很經典 傳家寶的東西 不用急著用 來 我會搭上一個 還是很少女的小珍珠包包 來 請先背它 因為妳希望婆婆把妳當女兒 所以呢 婆婆看到妳的時候 要有那種看到自己女兒的感覺 年輕可愛 所以妳可以穿得很正式 哪裡都沒有露 可是妳背上一個 還是妳年紀的小珍珠包包 婆婆可以接受小廢泡這些事情嗎 可以 婆婆會覺得說 妹妹這包包要放手 妳可以拉近跟她的距離 這樣才有手拿禮物啊 妳這邊要背一個自己的包包 這樣不是就很狼狽 背好這樣子 未來的婆婆啊 這個讓她送妳這樣 心機啦 然後剛剛妳有說 妳可以接受銀色嘛 對不對 有沒有 銀色跟灰色其實也是屬於同一個 跟妳的包包剛剛是一樣的喔 對 可是我們只是把顏色換掉 所以呢 妳還是有一種妳想要的正式的感覺 可是因為妳把包包換成粉紅色 妳整個人就會覺得很輕盈 就算妳今天實際上真的都是白色跟灰色 可是妳這個銀色的這個logo 妳這樣一提整個人就很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妳只要換一個小包包 小配件 整個感覺我覺得就會很不一樣 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包包不都一樣 每天就是提起來不是 所以很多人會喜歡買一個 每天可以背的包包 沒錯 可是我希望給大家一點想法 就是說我想要拿一個 可以煥然一新的包包 也就是這個包包我一拿 我整個人就會有一種2.0的感覺 銀色 銀色呼應到妳的鞋子 對 對不對 然後整個 翅膀也呼應到我的鞋子 對 對 對 都有 整個都有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換一個小東西 其實整體感覺就會差很多 因為我們沒有要動妳的衣服 下手很輕喔 沒有把這件給妳穿喔 有點可怕 可是 妳是說我有點可怕 還是我會覺得有點可怕 在我身上很可怕 不會 妳等一下一定會有機會穿 妳才可以加魚兒千里面穿粉色 沒事 我等一下一定讓她穿上這個 好不好 第二個建功活的look